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日 美国西海岸迎来了一场历史级的气象灾难 暴雨和飓风突袭了加利福尼亚州大部分地区 导致将近100万户家庭断电 并引发了严重的洪水 无情地淹没了车辆及房屋 富人区也未能幸免 泥石流袭击说来就来 美国国家气象局NWS 对加州中部海岸发出了危险风浪情报 南加州仍有可能发生危及生命的爆红 并且该州山区可能还会出现强降雪 NWS旧金山办公室警告说 大风将在本周一持续 部分地区风速可能超过60英里每小时 由于风暴 加州州长加温纽森周日2月4号宣布 南加州八个县进入紧急状态 根据poweroutage.us的信息 截止小编发稿时 加州仍有约53万用户断电 加州天区预报中心WPC说 南加州周一依旧有超过1400万人 面临过量降雨的高风险 WPC已向包括洛杉矶市中心 阿纳海姆和长滩在内的受影响地区 发出罕见的四级最高级别的警告 这一高风险地区的降雨量 可能接近每小时一英寸 进而可能导致降雨总量达到4-8英寸 在山区和山路地区可能达到8-14英寸 罕见的四级高风险警报每年发出的平均天数不到4% 但四级高风险警报天气却造成了80%以上 与洪水有关的损失和39%与洪水有关的死亡 路透社报道 这场风暴是过去一周袭击加州的第二个凤梨激流 也被称为大气河流风暴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气候学家丹尼尔史文 在一场直播中谈到横扫这片地区的强风时表示 目前状况相当极端 据称记录到加州部分地区的最强阵风达到每小时129公里以上 气象灾难带来的直接影响通常就是交通瘫痪以及电力中断 加州自然也无法幸免 据追踪网站Flightware称 截止周日下午2点30分 已有155架出发航班延误 69架航班取消 圣河赛和萨克拉门通的机场也出现了延误 而断电情况则更加严峻 根据追踪全国范围内停电情况的项目 Power Outage.us的数据 截至周日晚上9时 恶劣天气造成超过85万户家庭和企业断电 断电最多的电力公司之一是太平洋煤气和电力公司 该公司在一份新闻稿中说 该公司启动了其紧急行动中心 以应对当前的恶劣天气 截至2月5号凌晨 太平洋煤气和电力公司表示 仍有约57万名客户断电 大量的人员参与了抢修工作 并提醒公众谨慎行事 在本次历史级的飓风中 就连加州身处高位的富人区都未能幸免 据洛杉矶消防局LAFD称 周一恩西诺社区至少有三栋房屋 受到泥石流的冲击 LAFD在一份警告中说 救援人员正在协助居民疏散 消防局发言人尼古拉斯普兰奇 周一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目前尚不清楚 还有多少居民受到泥石流的影响 美国地质调查局称 泥石流是一种快速移动的山体滑坡 在强降雨期间就有可能发生 洛杉矶消防局周日晚间表示 在斯蒂迪奥城至少有两处房屋在遭到泥石流袭击后严重受损 已经刮了好几天的飓风似乎还没有消减的意味 国家气象局表示 加州南部和中部海岸准备迎来每小时2.54公分的降雨量 总雨量可能达到7到15公分 预期山路和低海拔地区的雨量将达到15.24至30.48公分 约翰基和圣巴拉拉地区 今每两天都很有可能降雨过多 预报员预计未来48小时将出现接近持续的降雨 当局已向前树地区的部分居民和圣河西与文杜拉居民发布疏散令 预报员说上周的暴风雨和溪流水为高涨 以使得土壤饱和 发生洪水的可能性更高 国家气象局表示 加州北部和内华达山脉高海拔地区的降雨将变成大雪 预期山区总积水量到6日将达数英尺 降雪速度约为每小时5.1至7.6公分 风雨无情 希望生活在受到本次气象灾害影响地区的小伙伴们 注意避险 一切安好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